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一千零一页 阿拉伯的奇幻故事 谢赫拉沙德的智慧与勇气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三国演义 罗冠中的历史演义 英雄豪杰的权谋与战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 由罗冠中所著 这部小说不仅是历史的演义 更是英雄豪杰们在权谋与战争中的精彩演义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经典作品中的一些有趣故事和深刻见解 首先我们得说说三国演义的背景 它以东汉末年到晋朝统一为历史背景 描绘了位 属无 无三国的兴衰 罗冠中在创作这部小说时 既参考了三国志等史书 又加入了大量的文学想象 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诸葛亮的智慧与幽默 诸葛亮自孔明是三国演义中最具智慧的角色之一 他不仅是蜀汉的丞相 更是刘备的得力助手 诸葛亮的智慧在许多故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比如草船借鉴和空城记 草船借鉴这个故事 可谓是诸葛亮智慧的经典体现 周瑜想要陷害着诸葛亮 命他在十天内造出十万之鉴 诸葛亮却在三天内完成了任务 他利用大悟天气 派人架着草船 靠近曹操的水寨 曹操误以为是嫡媳 命令士兵放箭 结果 箭全都设在了草船上 诸葛亮轻松地借到了十万之鉴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诸葛亮的智慧 还带有一丝幽默感 令人拍案叫绝 曹操的权谋与野心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另一位重要人物 他的权谋与野心 使得他成为一代枭雄 曹操的名言 你我负人 无人负我充分 体现了他的性格 他在关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 奠定了自己在北方的霸主地位 然而曹操的野心也让他成为了许多人的敌人 在赤壁之战中 曹操的骄傲和轻敌导致了他的惨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聪明的权谋家 也会因为骄傲而犯错 刘备的仁义与悲情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最具仁义之心的角色 他以仁义为旗号 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刘备的三顾茅庐 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 展示了他的诚意和耐心 然而 刘备的仁义也带有一丝悲情 他在失去关羽和张飞后 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最终在夷灵之战中惨败 刘备的悲情故事告诉我们 仁义固然重要 但在权谋与战争中 情感有时也会成为致命的弱点 总结 《三国演义》通过描绘诸葛亮 曹操 刘备等英雄豪杰的故事 展示了权谋与战争的复杂性 罗冠中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还通过这些故事 传达了深刻的历史和人性思考 所以 下次再读《三国演义》时 不妨带着一丝幽默和思考 去感受那些英雄豪杰们 在权谋与战争中的智慧与情感 历史不仅是严肃的教科书 更是充满了人性光辉和智慧火花的精彩演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简爱 夏洛蒂 伯朗特的爱情自传 简爱的独立与追求 简爱 Jane Eyre 是英国作家夏洛蒂 伯朗特 Charlotte Bronte 于1847年发表的一部经典小说 它不仅是一部爱情故事 更是一部关于女性独立与 自我追求的伟大作品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部小说的深刻内涵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简爱 Jane Eyre 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存在 她从小失去父母 被寄养在冷酷的旧母家中 后来又被送到一所严苛的寄宿学校 尽管生活艰难 简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 她的坚韧和独立精神 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中是非常罕见的 有趣的是 夏洛蒂·伯朗特在创作简爱时 实际上是将自己的一部分经历和情感 投射到了简的身上 夏洛蒂也曾在寄宿学校 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 她的两位姐姐甚至在学校中因病去世 可以说 简爱在某种程度上是夏洛蒂的爱情自传 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 Mr. Rochester的爱情故事 是小说的核心 但这段爱情并非传统的浪漫故事 罗切斯特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角色 她的庄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她的风气被杀 Bertha Mason 当简发现这个秘密后 她选择离开罗切斯特 尽管她深深爱着她 这一决定展示了简对自我尊严和独立的坚持 在那个时代 女性通常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 婚姻被看作是女性唯一的出路 然而简爱却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 她不仅追求爱情 更追求平等和自我价值 她的独立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 使她成为女性主义的先驱 有趣的是 夏洛蒂·伯朗特在发表简爱时 使用了男性笔名 科勒·贝尔 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对女性作家存在偏见 许多女性作家不得不使用男性笔名来发表作品 夏洛蒂的姐妹 艾米丽、伯朗特、艾莫·伯朗特和安妮、伯朗特、艾伯朗特 也分别使用了 艾莉丝·贝尔、艾利斯贝尔和 阿克顿·贝尔、艾特·贝尔作为笔名 简爱发表后迅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读者的喜爱 它不仅是一部动人的爱情故事 更是一部关于女性独立与自我追求的伟大作品 简爱这个角色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读者 尤其是那些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的道路上奋斗的女性 总的来说 简爱不仅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 更是一部充满力量和启示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希望大家在阅读《简爱》时 能够感受到简纳奋不屈不挠的精神 并从中获得启发和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的奇幻故事 谢赫拉沙德的智慧与勇气 《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 是阿拉伯文学中的瑰宝 充满了奇幻、冒险和智慧的故事 这个故事集不仅仅是儿童的睡前读物 更是成人的智慧宝典 让我们一起探讨其中的奥妙吧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 这位了不起的女主角谢赫拉沙德 她可不是一般的故事讲述者 而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女性 她的丈夫国王珊鲁亚尔 因为被前妻背叛 决定每天娶一个新妻子 第二天早上就将她处死 听起来像是个恐怖片的开头 对吧 但谢赫拉沙德并没有被吓到 她决定用自己的智慧和故事 来改变这一切 谢赫拉沙德的策略非常高明 她每晚都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但在最精彩的部分戛然而止 国王被故事吸引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来的情节 于是决定留她一命 等到第二天晚上继续听 就这样 谢赫拉沙德讲了整整 一千零一个夜晚的故事 最终赢得了国王的心和信任 这些故事中有飞毯、神灯、巨龙和魔法师 充满了奇幻色彩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阿拉丁和神灯 讲述了一个贫穷的青年 如何通过一盏神灯改变命运 还有《辛巴达航海记》 描述了一位勇敢的水手 在七次航海中经历的种种奇遇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冒险和智慧 令人目不暇接 但一千零一夜 不仅仅是奇幻故事的集合 它还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智慧 谢赫拉沙德通过这些故事 向国王传达了许多的 关于正义、仁慈、智慧和勇气的道理 他用故事教会国王 如何成为一位明智和仁慈的统治者 而不是一个被仇恨和复仇蒙蔽双眼的暴君 有趣的是 这些故事并不是单纯的阿拉伯创作 而是融合了波斯、印度、埃及等多地的文化元素 可以说 一千零一夜是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晶 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扇窗户 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不同文明的风貌和智慧 总的来说 一千零一夜不仅仅是一个故事集 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文学经典 谢赫拉沙德用他的智慧和勇气 不仅拯救了自己和无数女子的生命 还通过故事传递了深刻的哲理和文化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智慧和勇气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甚至是最残酷的命运 所以 下次当你翻开一千零一夜 不妨带着敬畏和好奇的心情 去探索这些奇幻故事背后的智慧和哲理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灵感和勇气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三部不同风格的经典文学作品 三国演绎 简爱和一千零一夜 每一部作品都带我们穿越时空 领略不同文化和时代的风貌 三国演绎让我们看到了全谋与战争的复杂性 诸葛亮的智慧 曹操的全谋和刘备的人意 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出独特的光芒 简爱则是一部女性自我追求的伟大作品 简爱的独立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 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人 而一千零一夜不仅是奇幻的故事集 更是智慧与勇气的象征 谢赫拉沙德用他的智慧和故事赢得了生命和尊重 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 更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的魅力 还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对这些作品有任何看法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期待与你们的交流 谢谢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